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已经连续下两天雨了 今天水气仍然偏多 全台各地降雨几率都很高 都有下起一些震雨 尤其在中南部地区 更有较大雨势发生 那今天由于下雨的关系 加上云量偏多 各地的高温都略为降低 像今天北部跟中部地区 来到30到33度 而南部跟东部 更是跌到了30度以下 而明天这样的天气形态 依旧是会持续的 各地的降雨几率都偏高 尤其中南部地区 依旧会有较大雨势发生 另外东半部地区 则是要留意会有午后雷雨出现 接着我们透过卫星云图 一块了解 明天台湾大环境 依旧是位在低压区 所以水气偏多 天气相形之下 比较不稳定一些 因此整个西半部地区 整天依旧容易下起震雨或是雷雨 而到了下半天 更可能会有出现短延时强降雨 另外其中中南部地区 整个降雨的时间会比较延续 雨势也会来得比较强 可能会有大雨等级以上的雨势出现 至于东半部地区 上半天也会有一些不定时的震雨 到了下半天受到热力作用影响之下 也会下起午后的雷雨 而温度方面因为云量偏多加上下雨的关系 白天高温是略为降低 平均落在31到33度之间 而到了礼拜六持续受到了低压的影响 但是因为大环境水气减少的关系 整个降雨状况有稍微趋缓一些 不过西半部地区降雨几率依旧偏高 会有一些震雨或雷雨出现 那么东半部地区则是上半天回归到了多云稻情的天气形态 到了下半天受到热力作用影响之下 才会下起午后雷雨 温度方面也是因为云量偏多加上下雨的关系 白天高温落在31到33度 而到了礼拜天之后 因为高压增强的关系会把水气给推移开来 所以台湾附近水气减少 整个天气形态会比较回稳 整个下雨的状况明显趋缓许多 各地回归到了多云稻情的天气形态 但是午后受到热力作用影响之下 会下起雷震雨 整体来说就回归到了典型夏季的天气形态了 最后小丁宁就再次提醒大家 明天持续受到水气的影响 所以各地降雨几率依旧偏高 特别要留意下午之后 会有一些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 那低洼地区当然要盛防 会有一些淹水的情形了 另外南部的沿海地区 像是恒春半岛 整体的风速也会来得比较强劲一些 接着我们透过图卡 一块来关心明天各地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先来关心北部地区 激冷26到32度 台北新北26到33度 桃园新竹26到32度之间 苗栗也是26到32度 整天依旧是降雨几率偏高 会下起震雨或者是雷雨 再来关心的是中部地区 台中27到33度 彰化27到32度 南投云林26到32度 嘉义26到31度 局部地区也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 接着再来看到的是南部地区了 台南26到30度 高雄27到30度 云东25到30度 降雨几率也偏高 也不排除会有较大雨势发生 最高来到了90% 东部地区 宜兰25到33度 花莲26到31度 台东26到31度 上半天可能会有不定时的震雨 下半天则很容易会下起午后雷震雨 再来关心外岛地区 连浆26到30度 金门澎湖26到31度 降雨几率最高来到50% 接下来一周天气 带大家来了解到了 明天各地依旧是容易下雨 尤其中南不要留意会有较大雨势发生 到了礼拜六开始 整个水气会渐渐减少 礼拜日之后 全台各地天气回稳 会回归到典型夏季天气形态 整体降雨就会以午后雷雨为主了 锁定台式气象 每天陪你一起聊天气